現在就正式開始 我是Bloomberg過來的 我叫Daisy 那我現在在Bloomberg工作了 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 主要是負責我們這邊的股票 然後債和大宗商品 以及Chark相關的一些功能 我用普通話就可以嗎? 好的好的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對Bloomberg的印象是什麼 之前有沒有聽過呢? 另外我們 或者說 他的中文名是彭博 大家之前有沒有 就是在什麼地方看到過 可能我們會 給 如果不是使用數據的人來說 可能在新聞方面 是比較有名 然後可能有一些新聞上呢 就會說引用彭博社消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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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自己有在做自己的一些新聞 然後我們也有自己的那個 類似於電視頻道的一個東西 但是我們最主要的業務來源呢 還是做數據 把數據賣給客戶 這樣子 最主要的是出售我們的彭博的中端機 這樣子來獲取一些營業的收入 那麼今天呢 我可能主要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的彭博中端怎麼使用 我想問一下大家就是如果 之前有用過 是會用彭博中端嗎? 如果用的話主要是看一些什麼樣的數據 然後我們都通過今天的這個課程 想學到一些什麼東西呢? 因為我們的數據可能主要是跟金融比較相關的 那大家會不會說之後想要在金融行業工作呢? 還是說就是自己想查一些課程上 或者是寫論文需要的數據嗎? 了解了解 那我們可能現在就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到底能做什麼 首先是可能是我們的新聞是比較有名的 那麼我們當然會有很多新聞方面的功能 收入的不僅是我們自己出的一些新聞 也會有比如說海外或者是中國的一些 各種來源的新聞渠道的新聞 然後它會有不同的方式 那麼有一個比較推薦給大家使用的是DAYB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界面上一開始 它會有一個這個藍色的條框 它的作用主要是我們可以在這裡輸入證券的代碼 或者是任何功能的代碼 比如DAYB就是Daybreak的一個簡寫 它的代碼在這個頁面我們就可以看到 是我們做好的類似於每日的一個簡報這樣的一些新聞 它會告訴你今天最主要的市場上最主要發生了什麼 無論是金融市場 當然也會有一些政治或者經濟或者是其他的證券類型的新聞 比如說今天你什麼是你必須需要知道的 這個幫助你們了解時事很有用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往下拉的話呢 可以看到各個不同的市場 比如說左邊可以看到亞洲發生了什麼 那麼大宗商品發生了什麼 今天有什麼樣的比如說MNA這樣的一些事件發生 它也會寫在這裡 那麼往下進一步是各種不同的行業發生一些主要的新聞 所以如果有同學會對金融比較感興趣之後想在金融還工作的話呢 可以就是我知道你們可能是用一個share terminal 就是大家會要就是共享的 但是可以就是簡單登錄上這個 terminal 看一下今天主要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對於你們了解市場會比較有幫助 那麼我們也有自己的TV 怎麼看TV呢 如果我不知道命令的話可以直接在這個 這裡輸入TV 那下面會有兩個提示 一個是提示您就是這邊有什麼可用的功能 那第二個是提示呢 有什麼跟你現在輸入的關鍵詞相關的證券 那麼上面我們首先是看功能了 這個有一個Longberg Media 那麼我們這邊是看彭博TV的 點進來呢 它有一些是實時的TV的直播 那更有一些是我們 比如說之前做的一些比較主要的採訪和一些新聞的記錄 嗯 之前的記錄呢 就算現在時間已經過了 但是點進來還是可以播放 不知道這個網速能不能放出這個 像這樣的一個感覺 那其實我們現在我在香港 我在香港工作 然後我們香港那個樓也是 就是電梯呢 很多公司的金融公司 它的那個電梯裡面都有 快有一個GloamerTV 就會實時播放現在市場上 正在發生一些什麼樣的信息 然後我們也會有自己的記者 像之前你看到的 就會是我們的專門的新聞記者團隊 然後他們在這邊做一些直播 那其實我也有去很多客戶那邊拜訪 他們的電梯裡面很多都會放很多的新聞 嗯 因為我們 這是我們的一個門面 就是會比較讓大家所熟知的一個東西 這是新聞 當然我們還有其他很多的新聞公文 但是我今天在這裡就不主要介紹了 再簡單介紹一下其他的 嗯 除了新聞之外呢 其實彭博可以想像成是一個 它有很多方面功能的一個軟件 那麼這個藍色的命名框呢 你可以想像成是一個類似於Google search bar 一樣的東西 那比如說 我有任何對於金融術語不明白的地方 比如說我不知道什麼是sharp ratio 可以直接在這裡搜索 然後按一下回車 這邊呢 它就會有一些金融術語的相關 我們來解釋 那麼 嗯 像這個 它就很像一個是維基百科一樣的東西 當然它有時候也會提供維基百科的鏈接 給你來查看 那麼 嗯 就算不是像這種sharp ratio 這樣的東西 比如說 我以後要做大通商品相關的 大通商品裡面有一個概念叫做 嗯 crush spread 那比如說我不知道什麼是crush spread 我也可以直接在這裡搜索 這邊點進來呢 它就會提供一個簡單的定義 像這樣我們可以了解到一些知識 那麼 更有一個像百科一樣的東西是quic 這也是我們的一個功能鍵 在這裡面呢 就是可以學到很多 相關的不僅是金融方面的知識 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嗯 讓你能夠了解市場上 就比如說 呃為什麼要打貿易戰 然後它的起源是什麼 然後美國現在採取一些什麼呢 什麼樣的政策 如果比如說現在貿易戰很火 但是如果你從來沒有了解過 然後就想有一個大概的了解 我們可以在這裡直接搜索trade war 那我們這邊有很多關於trade war 那我們這邊有很多關於trade war 相關的一些它寫成像新聞一樣的簡報 那我們可以隨便點進來看一下 就比如這個它會給你一個總結 就是說比如說 呃為什麼我們現在處在trade war 這樣一個狀態 然後 嗯 嗯 川普發了什麼樣跟trade war相關的twitter 那麼 為什麼 川普要發動trade war 然後 關於中國它是怎麼樣對應的 這樣一些 它關於整個事件會有一個詳細的回顧 然後也會解釋它是什麼意思 那當然除了trade war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 我們可以在剛才進來的主要的那個manu上面看到 都有什麼可以相關看到的 quic 這個呢就是quick的一個簡寫 我們其實很多功能鍵都是一些英文單字的簡寫 如果覺得記不住但是是常用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它放到右上角 這裡有一個小行星就是功能的收藏家 那比如說我可以說我想要add to favorites 這樣我就可以把這種常用的功能加入我的收藏家 在這裡我可以直接打開我的一些 看到這是我過去收藏的一些常用的功能 那麼quick呢就是一個簡單的 讓大家了解到市場上比較常用的一些詞 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些事件怎麼起源的 這樣的一個東西 可能會對大家之後的 如果想在進入裡面工作呢 會比較有用 那麼另外一個是我們還有一個學習的 類似於一個學習的課程 叫BMC 這個是Bloomberg Market Concepts 在這裡呢我們會有一個 這個課程是需要是免費的 但是你需要在這裡註冊一下說我要sign up 然後才能參加這個課程 它是一個在線學習跟金融相關的一些知識 那如果我想知道都有哪些module 我們可以點進course module這邊來看 它有跟比如說宏觀經濟 然後跟貨幣 然後跟債和股票 這些各方面的那個 sign class都相關的一些信息 那它當然還有教你說怎麼使用通過終端 如果學了這個 完成這個課程之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證書 在overview這個頁面可以看到 就是完成這個五個 它一共有五個module 然後完成五個module之後呢 你們會有這樣一個證書 那這個證書是可以寫在簡地上 然後會之後找工作也會有幫助 這邊有一個learning outcomes 那這邊就會詳細告訴你說 每一個module大概會需要多久的時間來看 來學習 然後學了這個module大概會了解 是一些什麼樣的信息 可以在這邊查看 那麼除了學習 然後新聞這樣的一些東西 我們還有一些比較有趣的 比如說DINE 這個是DINE 可以看到就是在不同的城市 都有什麼餐廳 然後有一些朋友的用戶 要在上面去過各種各樣的餐廳 然後來做出一些評價 網速可能會稍微有點慢 然後它現在稍稍等一會兒 大家對剛才講的幾個功能 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那這個頁面現在大概加載出來 因為網速也慢可能需要等一會兒 它的這個使用方法主要就是 左邊我們可以選不同的我家的地區 然後呢也可以按照排名 右邊呢就可以看到大概都有什麼樣的餐廳 然後它都有多少人評價 因為我們不是做專業的類似於大重點評價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用鋒膜的一些人 他們會有興趣去看這樣一些餐廳 然後去吃了之後給出一些評價給大家參考 那我們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說像Posh這樣的功能 它是用在上面發布自己 就有點像鹹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就是在上面發布自己有的一些東西 然後比如說我有一台車想賣 我有一個房子想出租 或者出租還是會發布在上面 我之前因為我在香港工作 然後之前需要換房子 我還有在上面看到香港的出租的房子 然後點進去呢它就有告訴我 兩種三維的圖告訴我說這個房子大概是 長什麼樣子有幾時幾天 然後價格這樣一些信息 比如現在我看到大部分是倫敦和紐約的 比如說我們隨便點進去一個 然後它就會有他自己想賣的商品的具體信息 那這些也是我們就是金融縱端的一些用戶 它在上面發布的信息 這些呢就是基本講一下我們大概能做什麼 那下面我們可能主要講一下 比如說怎麼去加載一些股票或者是外匯 或者是經濟指標的一些代碼 然後我們可以進一步去看他們相關的一些 這些數據 那麼最開始進入到我們這個界面呢 可以看到它上面是一個藍色的工具欄 這邊呢主要是輸入股票和功能代碼 然後中間這一塊它是每天都會 每天登陸都會不太一樣 它會顯示今天我們推薦一些什麼樣的功能 那這個功能就是隨機推薦的 可能是對替我們新出的 或者可能是比較多用戶在使用的 可以這邊可以看一下簡單它是什麼簡介 那LQA就是今天我們推薦的功能 然後LQA是它的一個代碼 下面呢會看到誰是你的客戶經理 如果對你的賬戶有任何問題 就可以聯繫客戶經理 所以上面可能大家會看到一些五顏六色的鍵 那其實我們的鍵盤也是 你們鍵盤可能是跟這個稍微不太一樣 就是像這樣是有彩色的 正常的蓬勃鍵盤呢是上面有黃色和綠色的一些鍵 那麼最主要的一個鍵可能就是這邊的ESC 按一下我們就可以回到這個主鍵面 那跟上面的這一塊這個鍵其實也是E對應的ESC 就是Cancel紅色的 然後讓我們回到最開始那個主鍵面 那我們還有一個鍵是在鍵盤上是F1 然後在上面這邊呢是help這個鍵 它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是我們在使用任何功能的時候 如果我不知道這個功能界面有什麼作用 我不知道它是幹什麼的 或者我不知道怎麼可以去看這樣的一些 在這個在這個界面上怎麼去看這些信息 我都可以按一次help鍵 按一次F1或者點一下這裡左上角的help鍵 就可以打開這個頁面的幫助頁面 這樣我們可以了解到它主要是幹什麼的 比如說我們隨便進入到一個功能EQS 然後我現在不知道這個功能是幹什麼 我也不知道它要怎麼用 那我可以按一下號 它就會彈出一個小的窗口 然後這個窗口呢就會告訴你 它上面都有一些什麼界面 每個界面是幹什麼 然後你可以怎麼去進行這個功能 主要是股票檢索的頁面 怎麼去進行股票檢索 那如果我們按兩次help鍵 都會彈出一個人工匯化框 就是剛才老師跟大家說的 當我們在使用彭博的時候有任何的疑問 除了一個是看它的幫助頁面 第二個是可以我們聯繫到實時人工客服 我不知道 學校大概可能不太會是實時的 但是如果是企業用戶的話呢 就是24小時隨時會聯繫你人工客服 這樣的話呢對任何功能有任何疑問 或者說我想不知道這個數據在哪裡找 但是不知道用什麼功能的話呢 都可以聯繫人工客服 如果是學生的話 我記得我們一般是 就是通過郵件的形式 您在那裡出了問題之後呢 我們這邊會收到一封郵件 然後我們會郵件的形式回覆你 但是可能不會是實時的 這邊就是剛才我們想要打開的那個 按一次號頁面會出現這樣一個小的彈珠窗口 那它會告訴你說 這個功能剛才我們打開的ETS它是幹什麼的 然後左邊呢有一些它的使用的手冊在這邊 或者是具體怎麼去操作這樣一些信息 上面還有一些綠色的功能鍵 那麼這邊後面五顏六色的是我自設的 前面這些呢可能是大家都會有的 那麼我們有幾個鍵需要強調 一個是這個news可能會是常用的 這個news呢就會進入一個像這樣子的頁面 這個頁面主要顯示的是一些 也是像今天發生的一些我們推薦的新聞 但這個跟剛才我們講的dayb不一樣的點呢 是dayb呢它主要是一個summary 它不會是整個全篇完整的新聞 那這邊news呢就是一個完整的新聞點 進來可以看到具體是誰寫的 然後可以看到完整的篇文章像這樣的 這樣是 啊一個是news 那麼另外一個呢是menu鍵比較常用 就是它是可以幫助你回到上一個鍵面 就是比如說我不小心點到其實下一個鍵面 然後我想回到登盤那個頁面我們就按一下menu鍵 鍵盤上也有這個menu鍵是綠色的 到時候大家用終端的時候可以試一下 那麼另外還有就是這個msg呢是message 是彭博自己也有一個郵箱就是這個右上角在閃 在閃的話就表示我有新的郵件進來 那麼點一下message 或者點一下右上角的這個白色的message 鍵盤上也有綠色的這個message鍵 那我們就可以進入到這個彭博的郵箱 它跟其他普通的郵箱並沒有什麼樣的區別 這個也主要就是幫助你可以儲存一些 比如說我想要的數據 那我把數據下載下來放到我的附件 那我可能想發到我自己的郵箱 那可以通過在這邊就是寫一封郵線 然後把附件放到這邊attach一個附件之後呢 發到自己的郵箱 像這樣比較方便 那另外一個作用可能就是我們在使用文化帳戶的時候 當你用了按了兩次f1鍵聯繫了人工客服 他們之後可能會回覆到你的這個不同的郵箱 那如果是學生的話 他們應該會直接回覆到你註冊的帳號 使用的那個私人的郵箱 大家知道就是混合是可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帳號嗎 我們其實是比較建議就是大家可以註冊自己的帳號 因為這樣子每個人比如說我有不同的新聞的設定 我有比如說我在我的收藏家裡放了不同我喜歡的功能 如果是大家混用一個帳號的話 可能每個人的設置都混在裡面 但是如果會有自己的帳號的話 就會比較清楚的分開 那麼除此之外呢 我們的鍵盤上 會有像上面這樣一排黃色的鍵 F1234567890 那麼這些鍵它的主要作用有兩個 第一個是幫助你輸入代碼 第二個是它可以告訴你 它是每個都是代表不同的asset class 比如說這邊可能這個圖會比較小 F2顯示的是government bond F3是corporate bond公司債 然後主要用的是可能F8是equity 表示股票 F9是我看commodity 表示大宗商品 然後F10是index 表示指數 像這樣的一些東西 那比如說我想我對騰訊感興趣 可是我不知道它的股票代碼 那我要怎麼輸入呢 我可以直接輸入它的英文名tencent 像這樣子 然後從下面的securities 這裡選擇這個tencent holding是700hp 但是下面我們也可以看到 它有其他很多提示的代碼 我怎麼知道第一個就是我想要的 而其他不是呢 像這種呢 它其實有寫它的簡介 告訴你這是一個期貨 是一個future 然後在下面像這種代理corps結尾的呢 它都是公司債 corporation的縮寫 公司債 然後所以說我知道第一個才是我想要的 騰訊的股票是700hk 那我點一下 我們現在就加載了700hk這個代碼 它的上面的命令欄呢 剛才我們那個藍色框消失了 它轉而代之的是這樣一個 cote line 它會顯示 如果你有實時的那個交易所的權限的話 就可以看到它現在實時的價格 然後它現在價格的變動 然後這邊它今天的開盤價 成交量 然後收盤價 最高價最低價 然後成交金額這樣的一些信息 那我的剛才的那個藍色框框 命令欄去哪裡了呢 其實還是在這個光標的地方 我們只要輸入任何東西 這個命令欄又回來了 那剛才一種方法是如果不知道它的股票代碼 我可以像這樣子搜索 如果我已經知道它的股票代碼是700hk 我可以直接輸入700hk 然後equity 那麼equity我不能像這樣 手輸EQIUTY 如果像這樣子按回車 其實這個系統並不能識別我輸入的這個代碼 我需要輸入700hk 剛才我們講的F8是股票的那個黃色的鍵 所以我需要按一下F8 用F8來輸入equity而不是手輸 這樣子按回車的話呢 我就可以成功加載這樣一個股票的代碼 那比如說我對HSI INDEX是恒生指數剛固的 我對這個INDEX感興趣的話呢 我可以輸入HSI 然後按應該是F10 F10 嗯HSI INDEX 然後按回車的話呢 這樣我就可以加載恒生指數 像這樣子一個是 一個是來幫你輸入這個一些代碼 那麼另外一個作用呢 就是比如說我不知道跟股票相關的 都有一些什麼樣的功能可用 那我可能輸入F8 然後直接按回車 就是不輸入任何的其他的數據 那它就會顯示出這樣一個菜單欄 它會告訴我跟股票相關的一些功能 都有什麼可用 比如說我們這裡常用的可能是J 有Blombard Intelligence 等一下我們也可以稍微講一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剛才我講的EQS 是做股票篩選的 像然後像這邊是顯示全世界 WI顯示全世界的一些股票指數 讓你可以簡單的看到 現在股票市場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像這樣的一些信息 那比如說像剛才我叫F3 是Corporation Corporation Fund Corporate Fund 那我按一下F3 回車它就會提示我一些跟公司債 相關的一些可用的功能 像這樣子 那麼回到我們剛才還是介紹見面的內容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還有三個白色的盒子 它的作用主要是第一個盒子呢 就是告訴你我現在加載的是什麼代碼 第二個盒子告訴你我現在用的是什麼功能 比如說我去到一個DES這個功能 那我第二個白色的盒子就變成DES 主要是告訴你現在用的功能是什麼 第三個呢是告訴你 人現在用的功能有什麼相關的功能 那麼我們剛才去到DES這個介面呢 其實是彭博上最最常用的一個功能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顯示這個證券 這個目前用的代碼是幹什麼 比如說我現在加載的是恒生指數 那它會告訴你恒生指數是幹什麼的 它是怎麼樣 大概是一個怎麼樣的構成 那它也會在這個頁面顯示 它歷史上一個走勢圖 或者是它現在的市值是多少 這樣的一些信息 那如果我換成騰訊的700HK這樣一個代碼 然後來看它的DES頁面的話呢 可能又有一點網速有點慢 現在我再來DES頁面 那它就是跟剛才其實差不太多 但是它這邊就是顯示騰訊 這家公司是幹什麼的 然後它的歷史的股價走勢 它的市值 然後它的一些比如說 營業收入的數據 然後它的管理層的數據 然後它的地址和網站 這樣一些很基本的信息 那如果比如說你們上課 需要分析什麼公司的話呢 就可以在這裡找到這一家公司 然後來這樣看它的基本的信息 那比如說我想看它的 學生可能會說 我想看它營業收入 像這樣一些信息 那我們也可以需要第四個 那個標籤欄是revenue 在這邊它就會顯示一些它的 財務方面的基本信息 像這樣 這樣呢它是以不同的年份 然後不同的quarter 來顯示它的營業收入的一個走勢 那麼其實除了這個頁面之外 這個頁面只是一個導入頁面 就它不會顯示很詳細的信息 只是給你一些大概的一個overview 但如果我想看詳細的 比如說騰訊的一些財務的方面的信息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代碼是什麼 那我可以直接在命令欄 這裡輸入一些關鍵詞 比如說我想看financial 那它會提示我說financial analysis 它的代碼是FA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當我不知道它代碼的時候 我就輸入一些關鍵詞來檢索 那進入到FA這個頁面呢 我們可以就是看到比較詳細的 它的一些財務信息 比如說我們在學財務的時候 可能會知道那個它都是有三張表 就是損益表 然後現金流量表和這個balance sheet 那它這邊也會有每一張表上的 每一個科目的具體的信息 我們點進來就可以看到 如果是學金融的同學呢 可能會需要說一些比如說 從營業收入金利潤然後營業利潤 這樣一個信息導出來 可是我不想把整張表像這樣直接導出來 那這個頁面它可以去到這個 第九個custom這個tab裡面呢 添加一些我自己想要的數據 然後以這個 然後以這個 然後添加一些我想要的數據 做成一個我自己想要的模板 然後用這個模板來導出 大家對我們剛才講的一些功能有什麼樣的疑問嗎 然後剛才我們講的可能股票啊 新聞啊這樣的一些信息 除此之外大家有什麼 比如說特別想從這個上面找到的一些數據 或者信息有嗎 我們可以著重講一下 比如說你們想聽的一些功能 另外一個我想大家可能會 關注的是可能經濟數據的一些東西 可能平時做一些project可能會需要 那經濟數據呢 我們有一個很全的面板是ECST 在這頁面呢 就是我們可以左上角選擇我們想看的國家或者地區 然後左邊呢可以選擇我們想看的一些欄目 右邊它就會顯示每個欄目下面具體的一些宏觀的經濟數據 比如說我想看GDP的變化這邊有顯示 然後呢比如說我想看CPI 然後我想看貿易全球的貿易走勢 像這樣的一些信息也可以直接在這裡 左邊點擊我想看的部分 然後點右邊呢它就會顯示 那它的一個好處就是 它每一個部分每一個數據它都是有自己的代碼的 如果我想看到這個數據的歷史的情況 我可以直接把這個代碼拖到命令欄上 像這樣子然後我們可以去到HP這個頁面 它是Historical Price Table的間隙 可以在這個頁面呢看到這個代碼它的歷史數據 然後我們可以去GP這個頁面直接看到它的歷史走勢圖 那有時候我們比如說需要畫圖的時候 通常我們的做法都是從比如說一些數據 庫裡面下載一些數據 然後再去Excel原畫圖 但是在彭博上其實我們也可以直接像這樣子 就把它的歷史的圖畫出來 如果想要比如說現在它是黑色背景 然後白色線條我想要改一個模式的話呢 我們可以去到紅色工具欄這裡有一個Edit 然後可以說我想要穿Color Styles 我在這邊可以直接改說我想要線條什麼顏色 背景什麼顏色 然後我想不想要它有那個陰影 然後像這邊呢是改背景的顏色 可以在這邊直接修改 我在這裡就不一一講了 那麼左上角這個地方 黃色的方框呢我們是可以修改它的即時時間的 像這個地方呢我也可以修改我想看的數據的一個長度 如果我想導出這個圖 我可以直接在右邊點擊右鍵 然後這裡有個Copy Export Options 我可以說我想Copy Image to Clickboard 這樣子我可以直接在比如說Excel或者是Word裡面 粘貼這樣一張圖 如果現在我只是看的香港的 這應該是GDP的變化 如果我想把它跟比如說美國的GDP來做一個對比 想要添加另外一條線 那我可以去到右上角這裡有個Chart Content 那這裡呢我可以搜索比如說US GDP 還告訴我它的代碼是比如說這個 我隨便用一個US GDP YOY這樣一個 那麼我們可以添加兩條線像這樣做一個對比 然後再進行導出 因為現在添加兩條線它可能就是它的風格不是同一個 比如說一個有因一個沒有 這個都是我們可以去剛才講的Edit那個Chart Color 那個地方進行修改的 這是一個另外一個呢我們有一個頁面是BI 這是一個行業數據面板的頁面 之前我上學的時候可能有做一些consulting啊 或者是一些security company的research這樣一些實習 然後實習的時候呢會需要查很多一些行業比如說market share 然後行業裡面都有什麼公司 然後他們也收入多少這樣一些信息 但是當時我們學校有蓬勃 可是我不知道蓬勃也可以查這樣的數據 是我工作之後才知道 所以說這個頁面它就是一個行業數據面板 可以從左上角這裡有一個Industry點進去看不同的行業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隨便點進一個煤炭 隨便點進一個行業之後呢它在左邊會有很多的選項 那麼這個頁面它有兩個作用 一個是它有我們彭博自己 我們有自己的分析師 所以它有分析師自己寫的一些研報在左上角這邊 我們可以比如說從research這裡點進去看 Industry equity government這樣一些面板 每個面板裡面都有分析師給的一些研報和意見 連進來呢就可以看到它其實是 它其實是會有文字和一些表格 然後裡面如果有數據的話呢 也是可以直接從面板裡面下載 我看一下這個片是什麼 因為網速的原因可能我就不每個E點開了 那左邊呢像這樣一些彭博的研報可以直接點進去 然後如果有數據感興趣的話呢你可以直接下載 然後左邊這邊還有一些是market share或者是macro的一些信息 比如說我點進market share就可以看到在這個行業具體有哪一些公司 然後每一家公司它佔的市場份額都是多少 另外呢每一個其實每個行業它點進來它的信息都不太一樣 所以具體要根據你們想看什麼樣的行業 再在裡面找之後呢在左邊點進一些比如說market share macro 這樣的一些信息來看它都有什麼樣的數據 那market share主要就是看市場份額了 如果是macro的話呢就是看它在這個行業在整個經濟中貢獻了多少GDP這樣的一些信息 那industry呢可能就是看比如說這個行業它的產量啊它的銷售 比如說汽車行業都有今年有多少一個不同的國家地區有多少台汽車生產了 然後銷售了多少台 然後它的一些零件什麼樣的情況像這樣一些數據 然後company這邊呢主要就是在整個行業裡面進行一個橫向的對比 比如說啊汽車裡面有豐田本田這樣一些汽車公司 大的汽車公司然後他們每一個營收他們的成本都是多少 可以進行一個橫向的分析 另外呢我們還有一些功能比如說bmap是一些可視化的功能 因為網速有點慢所以我不太確定在這邊能不能打開 那大概呢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它可以實時的追蹤 比如說現在世界上都有哪些郵輪在運輸原油 然後它的歷史上的航線都是什麼 然後它停泊過在哪些港口 比如說我在右邊點這個vessels我可以檢索 根據油溫的名字或者油溫的類型來進行檢索 如果有我找的那樣一個 可能網速有點慢就是在這邊看不到我 正常情況下就是我在如果我有一搜我想看的郵輪 我在這裡輸入它的名字 現在可以選這個郵輪然後點update之後呢 它就會在地圖上找到這個郵輪 比如說它現在在這裡 那我單機右鍵我可以看到它的一個歷史的航線 movement history 比如說我想看歷史上7天 它就會顯示7天之內我可以放大一點 像這樣它會顯示7天之內它都去了哪些地方 然後平國在哪些港口 它也會說它將來會去哪些地方 像這樣一些信息 那比如說我想看從伊拉克去中國都有哪些船 從這邊出發在最近一周的時間內 我們也可以左上角有一個draw polygon 我們可以直接畫一個三角的區域 比如說我點這個draw polygon 然後可以在這邊畫一個三角的區域 然後從這裡面找 比如說從這裡出發去中目的地 是中國的船 都有哪些 它也會像這樣子直接顯示在地圖上 那麼我們的地圖呢 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的數據 比如說我想看到現在的 現在都有哪些氣旋 比如說有颶風颱風 都有哪些氣旋 它也可以顯示在地圖上 這個網速有點太慢了 我有點打不開 那麼如果我們是想看比如說颶風 它都有哪些 它都有哪些 然後它的歷史的運動軌跡 我們有一個HURR這樣子的功能 我在這邊輸入不了 但它的那個地圖跟這個是差不多的 就是會在上面寫著氣旋 還有它的運動軌跡 然後其他的一些可視化的功能呢 比如說我們也可以看 亞馬遜在美國都有哪些零售商店 它的落腳點在哪裡 都是在這樣的一個MAP的功能上看 如果大家在命令來上搜索MAP的話呢 可以看到有這樣一個Custom Map 或者是MAPS Geo Insights這樣的功能 那MAP跟剛才的BMAP 其實差不多就是可以看一些 比如說郵輪然後運輸管道 或者是美國的交通線 這樣的一些信息 如果是去MAPS的話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有一些地圖的數據庫 可以在裡面看到 比如說我們已經製作好的一些地圖的信息 這可能有一點網速太慢了打不開 大家還有沒有一些其他比如說感興趣的 想知道有什麼功能可以查看 我可以再講一下比如說大家感興趣的功能 就是可能太慢了打不開 那基本上呢 我們要講的一些內容就是這些 等一下我會留一些使用的手冊 和一些比如說經濟有什麼功能 然後股票有什麼功能 這樣一些小冊子在這裡 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可以在這裡看 另外就是剛才我們的那個BMC的頁面 可以完全很清楚的了解到就是 中端上都有什麼可用的功能 我們可能是就是肯定不可能在50分鐘 一個小時時間內就把 因為中端上可能有幾千的功能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都一次講給大家 所以大概就主要是給大家一個印象說 我們這個中端都可以做什麼 然後大概怎樣去就算我不知道功能的代碼 也可以從那個命令欄上搜索一些關鍵詞 來找到一些我想去看的功能 然後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也可以隨時聯繫我們就是按兩次F1 或者是按兩次這個help鍵 就可以聯繫到我們時事人工客服 如果比如說我想知道在哪裏可以 找這樣的一個數據 或者是你們能不能實現這樣的一個功能 都可以隨時問我們人工客服 那就先這樣謝謝大家來參加今天這個環節